日安專科 十倍濃縮馬卡 挑戰業界最高含量 Hi 大家好 我是趙佑 在以前的一些影片中 我們有提到如果想要練腿 其實你沒有一定要練後背槓深蹲 對於建立運動員來說 後背槓深蹲是必練的項目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以健康 或是外型為目標的健身愛好者來說 我們有超多的選擇 可以替代後背槓深蹲這個動作 如果我們極端一點來說 不做後背槓深蹲 改做前蹲 效果是一樣的嗎 我們今天要分享一篇最新的研究 看看科學怎麼說 這篇最新的研究 就在比較前蹲跟後蹲 對於大腿肌肉厚度 還有腿部力量的影響 這個研究持續了12週 受制者是24名有休閒健身經驗的女性 她們被分成兩組 一組練習前蹲 另外一組練習後蹲 每週訓練兩次 首先研究人員做了一件很聰明的設計 她們沒有讓所有的受制者 進行相同的訓練量 而是根據每個人之前的訓練量 來做個人化的設計 具體來說她們是這樣做的 第一 首先她們先記錄了每個受制者 以前的股市投機訓練量 第二 然後她們在這個基礎上 增加了20%的訓練量 第三 每過四週 她們就再增加20%的訓練量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之前已經有研究發現 個人化的訓練量 比統一的訓練量 更能促進肌肉生長 雖然這個說法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但研究人員採用了這個方法 是為了盡可能看到明顯的肌肉生長效果 那經過12週訓練 結果如何呢 第一 力量增長 兩組人都有明顯的力量增長 但是後蹲組在45度腿推的ERM提升上 明顯優於前蹲組 第二 肌肉增長 有趣的是 兩組人在大腿肌肉厚度的增加上 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這個結果是不是有點出乎意料 我們來深入分析一下 那我們先來想想 為什麼前蹲和後蹲在肌肉生長方面的效果很接近 第一 動作的相似性 雖然前蹲跟後蹲在細節上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的整體動作模式是相似的 都是一個蹲下站起來的動作 兩種動作都需要大腿前側肌群進行強烈的收縮 第二 負重方式 雖然後蹲通常可以負擔更重的重量 但是前蹲因為槓靈位置的關係 可能會對股式投肌造成更直接的刺激 一來一往相互抵交之後 可能前蹲跟後蹲對大腿產生的機械杖力 其實是差不多的 第三 肌纖維招募 兩種動作都能有效地招募大腿前側肌纖維 這可能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們在肌肉增長方面的效果很接近 第四 訓練量 研究中採用了個人化的訓練量 這可能確保兩組受制者 都達到了足以促進肌肉生長所需要的訓練量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兩種動作之間的一些細微差異 前蹲可能更強調股式投肌跟背部的肌群 而後蹲可能更多的要求 臀部肌群和大腿內收肌 這些差異雖然在這篇研究中沒有體現出來 但在長期訓練中可能會導致肌肉發展的細微差異 再來是力量方面 為什麼後蹲組在力量增長方面更好 研究作者提出了兩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負重能力 後蹲通常可以使用更重的重量 這代表後蹲可能更有利於刺激神經系統 從而帶來更大的力量增加效果 第二寬關節的動作 後蹲動作中寬關節的曲曲角度通常大於前蹲 這可能導致的前蹲更能訓練到寬部伸展肌群 例如臀大肌 但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力量增長的差異沒有反應在肌肉大小的變化上 這可能涉及到力量增長的不同機制 例如神經適應 力量的提升不僅僅來自於肌肉體積的增加 更多的是來自神經系統的適應 後蹲可能更有利於這種適應 動作的特異性 45度腿推這個測試動作 在姿勢上可能更接近後蹲 這可能給了後蹲組一些優勢 心理因素 習慣負荷較重重量的後蹲組 可能在面對腿推測試的時候更有信心 那根據這項研究 我們應該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深蹲訓練 我有一些建議可以給你參考 第一 考慮你的訓練目標 如果你的主要目標是增加腿部肌肉量 前蹲跟後蹲似乎都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更注重力量增長 尤其是針對硬舉或深蹲 這類需要強大寬部力量的動作 後蹲可能更有優勢 第二 評估你的身體狀況 如果你有下背痛的問題 前蹲可能更適合你 因為它對脊椎的壓力比較小 如果你的肩膀活動度不佳 後蹲可能會更舒服一點 第三 考慮你的運動項目 如果你是建立運動員 後蹲應該是你的主要訓練動作 但可以用少量前蹲當作輔助的項目 如果你是舉重運動員 前蹲可能更重要 因為它就是比賽時提取需要的動作 第四 個人喜好 選擇你感覺更舒服 更容易保持正確姿勢的動作 最好的運動計畫 是你能夠長期堅持的計畫 第五 交替使用 考慮在你的訓練計畫中 交替使用前蹲跟後蹲 這樣可以全面刺激腿部肌肉 也能避免動作單一帶來的枯燥感 最後讓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第一 前蹲和後蹲 在增加大腿肌肉體積方面效果相似 第二 後蹲可能在增加 整體下肢力量方面略有優勢 第三 選擇哪一種蹲肢 應該基於你的個人目標 身體狀況和喜好 第四 正確的技術和循序漸進的訓練計畫 比選擇哪種具體的蹲肢更重要 第五 考慮在訓練中結合使用不同的蹲肢變化 才能獲得最全面的效果 記住 沒有一種訓練方法是完美名缺的 最重要是找到適合你的方法 並且能夠長期的堅持 不要被某種網路標題 例如必須做或是動作之網之類的說法限制 仔細感受你的身體 享受訓練的過程 持之以恆你一定會看到進步 最後我想要聽看看你的想法 你更喜歡前蹲還是後蹲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MV 我們就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